平衡的敲敲板 想想看 图中爸爸和小孩一起玩敲敲板 从图上看来这个敲敲板并没有平衡 请问要怎么做才能使敲敲板平衡呢? 立举 立举是什么呢? 立举就是测量物体转动难易程度的物理量 那立举怎么计算呢? 立举就等于作用力乘引力弊 我们先来看看右边的图8 想要算立举,我们就要先知道作用力 从图上看来,作用力就是图上的F 黑色箭头的那一段 除了要知道作用力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力弊 那力弊是什么呢? 力弊就是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我们从图上来看,找找找这张图的力弊在哪里 它的力弊 首先我们要先把力的作用线延伸 把它加长,变成图上的虚线 好,延伸之后 我们要找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也就是要找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最小距离 好,想想看,它应该是图中黑色那一段还是蓝色那一段呢? 答案应该是蓝色的那一段哦 好,我们找到作用力与力弊就可以知道力举了哦 再来我要再介绍力举是有方向性的 它会依据物体转动的方向分成顺时针跟逆时针 最后一个我要再介绍合力举 什么是合力举呢? 合力举就是合力所造成的力举 那我这边要再跟大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当合力举不等于0的时候 物体就会发生转动 悄悄版的力举分析 要分析壁举,我们要先找出这张图的支点在哪里 这张图的支点应该在草草版的中间,如图所示 再来,这张图的支点在左边 知道了支点之后,我们要再找到它的支点币 找到支点币了吗?就是支点到支点的这一段距离 再来,它的对面会做一个抵抗它的力,我们称作抗力 那它在右边 当然,这个抗力也会产生一个利弊 我们称为抗力弊,如图所示 我们在刚刚找到的支点币和支点币 抗力和抗力弊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施力的力与抗力的力举 从图上来看,左边是刚刚的施力 那左边会产生一个逆时针方向的力举 而右边的抗力与抗力弊 会产生一个抗力的力举 而这个抗力的力举方向为顺时针 不平衡的敲敲板 图中虽然施力弊等于抗力弊 但是施力的大小不等于抗力的大小 所以会造成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 所产生的力举大小不一样 而使得恰恰板不平衡而发生转动 恰恰板的平衡条件 一个施力乘以施力弊等于抗力乘以抗力弊 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力举数值 要等于逆时针方向的力举数值 从下面这张图来看 虽然施力跟抗力两个不一样大 施力弊和抗力弊两个也不一样大 但是施力乘以施力弊所造成的力举 等于抗力乘以抗力弊相成的数值 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力所造成的力举是一样了 那么它就会使这个敲敲板呈现平衡的状态 动动腦 亚瑟有一个全长4公尺的敲敲板 支脸在敲敲板中间 而亚牙的体重45公斤 坐在距离敲敲板2公尺的地方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小高来跟他玩敲敲板 已经知道小高的体重为60公斤 请问他应该坐在距离敲敲板多远的地方呢 这样小高所产生的力举 等于亚牙所产生的力举 才能使敲敲板平衡呢 想好了吗 答案是C 小高应该坐在距离支点1.5公尺的地方 你答对了吗 下课了